现在包括瑞士银行提供了1000亿瑞士法郎流动性的援助贷款 还有他们的联邦违约也做了担保 止住火了吗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银行特别 CreditSwiss它是一个非常老的银行 但是它是这些银行圈里面的一个重要的broker 它也是这个大的银行圈 就是从Fed跟各国央行 跟各国的主要交易银行 再跟其他国家的央行中间的一个核心 所以它从2022年就开始发生问题的时候 其实这个银行体系的信用就已经有些不稳定了 那这次发生了这么大的暴雷 我们把最后的交易跟大家还是说明一下 就是瑞士政府要求UBS一定要接收CreditSwiss 那瑞士现在它一开头的时候发生问题的时候 政府已经由这个瑞士的央行 立刻就给了它540亿美元的流动性的注入 让它一时不会倒 至少买了它几天的呼吸时间 这整个周末就把这个交易把它弄完 它一时不会倒 让它可以就是一个船 可以扶在上面的时候 要求UBS来收 那UBS来看 当然是看它在周五的收盘 剩下大概80亿美元的这个市值 所以它就说给它一个我们叫做Haircard 它要折价来收 可是它要求政府做两个事情 它说我一下子就要去做业务的重整 因为它很多去年就发生问题的那些 就是属于财富管理的业务 就要做很大规模的重整 那另外我们还是有很大可能的 有很大的诉讼费用 所以如果政府你一定要逼我来接 周末的时候它是说政府你要担保我60亿 6个Billion美元 可是最后我们看到的数字是什么 政府的银行担保它1000亿瑞士法郎 1000亿 大于原先在市场上知道的 也就是说他们估计的窟窿比原来大 大10倍以上 原来是要叫它60嘛 那现在这个1000亿的法郎是包括已经给了540亿了 所以它是在加了一个外面 那另外呢 它让它把它整个接收以后就立刻开始清算 清算讲的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Additional Tier 1 AT1的那些Boundholder归零 171全部归零 叫做灰飞烟灭 那这个送给市场的消息是 若是你是个非常大的投资公司 你是非常大的保险就业基金等等等等 你本来就知道你的风险是什么 所以你要去承担这个风险 发生问题的时候不会所有的人都被救的 小老百姓要被救 那个存户要被救 那没有这种内部知识的一般的这个投资人 股票的拥有者 他们要救 可是你们这些大银行大的玩家 你们不一定会被救 救投资不救投机 可以这样讲 所以它说你们必须要承担相对的风险 这跟我们的金融稳定的这整个的原则是一致的 所以我刚才说呢 道高一尺魔高一尚 最近华尔街每个人都在吵 说为什么我是一个Debt Holder 我手上拿的东西叫做Bond 它叫AT1Bond 所以我理论上它是一种债 为什么我会灰飞烟灭 可是股票的人还可以拿到一点回去 因为你这是不一样的 你当初就知道 你买的时候你就知道 你是买的是什么 它是懂装不懂 对 所以呢 那我为什么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这个道原来是为了金融稳定的 要让整个银行体系安全 那若是你从一个这么大的银行就发生问题 而且你发现后面来救市的这个力量 需要高达到1000亿的那个Franc Swiss franc 那你是不是可以看到 这个整个大银行体系的问题 已经是到上 已经好像盖不住 四处就要爆发了呢 所以第二个要爆雷的这个趋势 就是今天早上你会看到 你一早起来 或者是你在别的地方 你可能是还没睡觉 你会发现美国的Fed 英国 加拿大 日本 欧洲央行 瑞士 六大央行都在说 我们要赶快用一个新的东西 就是那个调旗的Swap 就是我们要赶快用一个新的工具呢 来保持整个的银行体系的流动性 它其实保持的是海外美元的环流 因为我们常常讲过 美元在美国的资产负债表 从一兆已经找到了九兆了 可是海外的美元呢 是它的倍数 所以有很多的海外的美元 在那边到处的跑 那如果每一个地方的美元 都出问题的时候 它反扑回来美国 美国是非要灭顶之灾的 所以这每一个其他的这些央行就说 我们就会用很多短期的 用拆在窗口 或者是用吊旗叫Swap 这种方式 来让哪边出问题 我们就去救那边 哪边出问题就救那边 所以如果它可以一直保持到 只要有一天 有个地方有火就灭火 灭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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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 它可能整个火就烧不起来 所以六大央行联手 把他们原来七天的工具改成一天 可以每天当天借 你哪里出了问题 我立刻就去借你 我谈到现在能够想到的 光是一个瑞士信贷 如果它的洞是高达1000亿 瑞士法郎油 他们的央行必须要做一个担保 后来是国家担保 对 那华尔街 类似像AT1这种Bound的比例有多大 它的洞又会是数倍之大 因为其实你知道 欧洲的和美国的很多银行 他们的存款准备金 台湾在依次金改的时候 不是说258吗 你8%的存款准备金 所以你收了 所有的资产里面 你收了一块钱 你只能做12倍的生意 你自己要留8% 让你92%可以去做生意 欧洲大部分的银行 美国很多的银行 它的存款准备到后来 都已经到了2以下 所以它等于是说 人家存的多少钱 它全部都拿出去在外面赚了 所以等到一开始有bank run 就是有开始要求挤兑的时候 你根本没可能 有办法去面对这个问题 所以六大央行联手 就像铁锁连江一样 我把六大央行全部集中在一起 哪里出问题我去救哪里 但是如果到处都出问题了呢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想问你 铁锁连江的情况下 能够hold得住吗 感觉上危机有没有暂时摆平 危机暂时摆平没做 但恐慌能够指得住吗 感觉是没有 我看因为他们抢在 礼拜天的深夜做的事 就是希望雅谷今天开盘的时候 不要立刻全部倒 是的 我刚刚今天看了 包括了台股 韩股 跌的幅度都没有那么大 一趴以内左右 对 因为他们要保证这个银行体系 而且不是各地 是global 全球的银行体系 没有发生信任危机 那你怎么看呢 那目前为止你看 我们每个周末都在拆 对不对 上个周末是拆矽谷银行 因为矽谷银行 没有拆掉那个隐姓的话 美国会发生信任危机 那个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 拆的就是瑞士信贷 167年的老牌大银行 这个如果没有拆掉的话 欧洲马上就开始信任危机 而且全球的那种海外美元 就会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信任危机 甚至在不同的地方会发生挤兑 所以至少两个周末拆掉了两个信任危机 如果是这个周末 没有在雅谷开盘之前拆完的话 它就会一直不断的有骨牌效应 不断的滚动 下一步要看的就是 对于瑞士信贷 曝显越高的这些 不管资产和国家 就会让人家更冒冷的看是吗 我觉得不是瑞士信贷 而是说你本来在操作 譬如说今天我是一个非常大的 退休基金的操盘手 我买了很多T1的 就是买了很多AT1 因为我希望我的报酬高一点 我承担了很高的风险的 好像英国的保险业 那个时候他们到最后 因为回报太低了 台湾的老板永远都只有3%多 应该是没有那么高的 应该是没有买到这一些 譬如说像Pinco那种很大很大的 那种退休基金 我当初为了希望 把我的综合的回报拉上来 我一定会有一部分是买 那个高风险的 所以其实是每个大的投资人 每个大的机构就要去检查 他自己的风险的配置 这本来是在BASEL II跟BASEL III 就是我们全世界在修改 那个金融体制的时候 希望金融产业自己自动去做的 而且利用外面的监管去做 可是金融产业就是磨高一丈了 他想出了AT1来 所以切点你的想法还是就是看每个月 不是每个月 每个礼拜要面对的波涛汹涌 真的很难用一句话 或者是现在眼前的事情来做一个判断 我觉得是像就是Fed有一个很好的传声筒 叫Nick 他就前几天他是说 如果我们开个车 车子着火一定要停下来 先停下来 也就是说他现在不要去管通风了 我先把我的着火的车弄完 那我们现在就是看你这个车呢 继续着火呢 还是你还是一个失速列车 我们每次看那个恐怖电影 就每一站每一站每一站 想办法用这个方法 那个方法去把它停下来 那我们现在已经走了两站了 两站 试试看这个失速列车会不会停下来 若是他还有继续的 我就觉得非常不乐观 因为六大央行已经联手出来说 他们要提供这个流动性 那若是六大央行都没有办法解决 这六大央行里面包含了 包含了欧洲央行 包括日本 包括那种最大的央行 如果他们都没有办法解决 在海外美元的环流问题的话 或是他的流动性风险的问题的话 我们真的可能就是一个 失速列车的结果 等于说这个礼拜 大家是可以观察 金融市场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礼拜 是的 如果这个礼拜 在六大央行连锁的情况 是在海报的一家 像是瑞士现在这样的一个规模的话 一样是有信心危机然后同样的状况的话 那可能就不是一个宝 是全宝 因为你六大央行很多小时 风险就大了 而且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事实上是没有在讨论币圈的问题的 我们没有讨论Signature Bank 我们没有讨论Silver Gate 我们没有讨论说 我们的货币越来越虚 而它居然是跟币圈还有一些联动 那个都完全没有讨论 只是在讨论我们传统上 我们所理解的那个银行的信用危机 那如果说哪个地方火灰烧得更旺的话 我想应该没有地方比华尔街更大 可是也许是在欧洲 因为美元环流里面 有一部分是在岸的美元 就在美国的美元 还有一部分是离岸的美元 那离岸的美元 就是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在做的 有各个央行 各个的不同的交易商 所以他们中间的倍数比 会比在岸的美元更多 所以我们在这边